近日,一组赵露丝与吴磊私下约饭的照片在网络上曝光,瞬间引发了粉丝们的热议。 照片中,两人不仅举止亲密,还上演了一场劝饭与晕饭的甜蜜大戏,让人不禁猜测,难道他们真的已经悄悄走到了一起? 有网友偶遇了赵露丝和吴磊在一家餐厅共进晚餐的情景,从照片中可以看出,两人穿着休闲舒适的衣服,看起来非常放松自在。 他们坐在餐桌旁,面对面交谈着,时不时发出欢笑声,这一幕被拍下来后,迅速在网上引起了热议,网友们纷纷猜测这对荧幕情侣是否真的走到了一起。 有人认为这只是朋友之间的聚会,不必过度解读,也有人觉得两人之间似乎有着不寻常的亲密感,可能是真的在一起了,无论如何,这张照片无意为他们的恋情传闻增添了更多的可信度,在这次私下约饭的过程中。 有一个细节特别引人注目,赵露丝竟然主动给吴磊加菜。 这一举动让在场的人都感到非常惊讶,毕竟在娱乐圈中,女明星通常都是比较矜持的,很少会有这样大胆的行为,而赵露丝却毫不在意地做出了这样的动作,可见他对吴磊的感情非同一般。 更有趣的是,当赵露丝给吴磊加菜时,吴磊竟然害羞地低下了头,脸上露出了一抹红韵,这一幕被网友戏称为晕饭,简直可爱极了。 许多人都被这对小情侣之间的互动所打动,纷纷表示祝福和支持。 随着这次私下约饭的照片曝光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赵露丝和吴磊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情感,虽然双方都没有公开承认过这段恋情,但从他们之间的种种迹象来看,似乎已经坐实了小情侣的身份,这组照片拍摄于某家知名餐厅。 画面中,赵露丝与吴磊并肩而坐,两人面前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美食,赵露丝一身休闲装扮,长发披肩,显得格外温柔可人,而吴磊则是一身简约的休闲装,阳光帅气,与赵露丝坐在一起,简直是郎才女貌,十分扬眼。 照片中,赵露丝不时地加起美食送到吴磊的碗里,还亲自为他挑选最鲜嫩的肉片,动作温柔细腻,充满了爱意,而吴磊则是一脸幸福地享受着赵露丝的头位,时不时还露出满足的微笑,仿佛整个世界都因他而美好,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赵露丝劝犯吴磊的甜蜜瞬间。 只见赵露丝一手拿着筷子,一手轻轻搭在吴磊的肩膀上,眼神中充满了温柔与期待,他耐心地劝说着吴磊多吃一点,还时不时加起美食送到他的嘴边,而吴磊则是一脸呆萌的张着嘴,仿佛被赵露丝的温柔所融化,完全失去了抵抗力,这一幕被镜头捕捉下来。 瞬间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粉丝们纷纷留言表示,这也太甜了吧,简直就是小情侣的日常啊。 赵露丝和吴磊真的好配啊,希望他们能在一起,看到他们这么甜蜜,我都忍不住想谈恋爱了。 除了赵露丝劝饭的甜蜜瞬间外,吴磊在饭桌上的晕饭表现也引发了粉丝们的热议,只见吴磊在享受美食的过程中,突然停下了手中的筷子,一脸呆萌的看着眼前的美食,仿佛被他们的美味所震撼,完全忘记了咀嚼和吞咽,这一幕被赵露丝捕捉到了。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还轻轻拍了拍吴磊的肩膀,提醒他继续吃饭,而吴磊则是一脸无辜的看着他,仿佛在说,这些美食太好吃了,我完全停不下来啊。 网友们看到这一幕后,纷纷表示被吴磊的呆萌所萌化,他们留言道,吴磊真是太可爱了,完全就是个吃货小能手。 看到吴磊这么呆萌,我都想给他喂饭了。 赵露丝和吴磊在一起,真是太有爱了,希望他们能一直这么甜蜜下去。 随着这组照片的曝光,赵露丝与吴磊的恋情传闻再次甚嚣沉上。 粉丝们纷纷猜测他们是否真的已经走到了一起,有粉丝表示,从他们之间的互动来看,他们真的很有可能已经在一起了。 赵露丝对吴磊的关心和照顾简直无微不至,而吴磊也对他充满了依赖和信任。 这样的感情基础,很容易就会发展成爱情。 也有粉丝持保留意见,虽然他们之间的互动很甜蜜,但我们也不能轻易下结论说他们就一定在一起了。 毕竟娱乐圈里的感情真真假假,很难说清楚。 我们还是多关注他们的作品吧。 不过,无论粉丝们如何猜测和议论,赵露丝和吴磊都没有对此事做出正面回应。 他们依然保持着低调和神秘的态度,继续着自己的演艺事业和私下生活。 赵露丝和吴磊作为娱乐圈的新生代演员,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和喜爱。 他们不仅拥有着出色的演技和颜值,更拥有着一种难能可贵的真诚和善良。 在荧幕上,他们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经典的角色,让观众们看到了他们的实力和才华。 而在私下里,他们则是一个个活泼可爱,充满正能量的年轻人。 用自己的方式传递着正能量和温暖,他们的每一次合作都充满了默契和火花,让观众们看到了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和默契。 而这次私下约饭的照片曝光后,更是让粉丝们看到了他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和感情。 除了这次私下约饭的照片外,赵露丝和吴磊在娱乐圈中的甜蜜瞬间还有很多,他们不仅在拍摄现场互相照顾和关心,还在各种活动和节目中展现出了彼此的默契和亲密。 在一次拍摄现场,赵露丝因为一场戏的情绪需要而久久不能入戏,这时,吴磊主动走到他身边,轻声安慰他并给他讲笑话,逗他开心。 在吴磊的耐心陪伴下,赵露丝终于找到了感觉并顺利完成了拍摄,这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而在一次综艺节目中,赵露丝和吴磊更是上演了一场甜蜜喂食的大戏,他们互相为对方加菜、倒水、擦汗等细节动作都充满了爱意和关怀,这一幕让粉丝们纷纷表示,这也太甜了吧,简直就是小情侣的日常啊。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竞争和诱惑的环境中,能够拥有一份真挚的友情和爱情是非常难得的,而赵露丝和吴磊之间的深厚情意,无疑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 他们不仅在事业上互相支持和鼓励,还在生活中互相关心和照顾,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友情和爱情的真谛,让粉丝们看到了娱乐圈中不一样的温暖和美好,作为娱乐圈的新生代演员,赵露丝和吴磊的未来充满了无限可能,他们不仅拥有着出色的演技和颜值,更拥有着一种难能可贵的真诚和善良。 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将继续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为观众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 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现实生活中,赵露丝和吴磊都展现出了极高的默契度和亲密感,他们不仅在工作中相互支持,鼓励对方成长,在生活中也是彼此最坚实的依靠。 这种深厚的感情基础让他们成为了许多人心目中的理想情侣典范,对于赵露丝和吴磊来说,未来的路还很长,作为年轻的演员,他们还有很多机会去挑战不同类型的角色和发展自己的事业。 同时,他们也需要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处理好个人感情问题,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总之,赵露丝和吴磊之间的这段绯闻虽然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他们确实有可能已经成为了一对真正的恋人,无论真相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并给予祝福,毕竟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里能够遇到一个真正懂你。 爱你的人是多么难得的事情啊。 晚餐期间,赵露丝展现了他贴心的一面。 他不仅为吴磊推荐了几道招牌菜,还亲自为他加菜,劝他多吃一点。 吴磊在赵露丝的劝说下,吃得津津有味,甚至有些晕饭的可爱模样,让在场的粉丝们直呼太甜了。 吴磊在晚餐中也展现了他的绅士风度,他不仅为赵露丝拉开椅子,还细心的为他倒水,确保他的舒适, 两人的互动充满了默契,仿佛是一对已经相识多年的老友。 这次私下的约饭被媒体曝光后,粉丝们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许多人都认为赵露丝和吴磊的互动充满了爱意,简直就是一对小情侣,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让粉丝们感到既羡慕又兴奋。 赵露丝和吴磊在荧幕上的表现也一直是观众关注的焦点,两人在多部作品中的合作,让他们的CP形象深入人心。 无论是古装剧中的深情对望,还是现代剧中的甜蜜互动,都让观众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独特的化学反应,尽管在荧幕上是一对完美的CP。 但赵露丝和吴磊在私下的互动也同样吸引人,他们的友谊和默契在私下的聚会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这种真实不做作的互动,让粉丝们更加喜欢这对荧幕CP,媒体对于赵露丝和吴磊的关注从未减少,他们的每一次互动都能成为头条新闻,这种关注无疑给两人带来了压力,但同时也让他们的人气更加高涨,如何在媒体的关注下保持自我,是他们需要面对的挑战。 粉丝们对于赵露丝和吴磊的支持是他们最大的动力,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私下,粉丝们都希望他们能够保持真实,继续展现他们的魅力,粉丝们的期待也是他们不断前进的动力,随着两人在荧幕上的合作越来越多,粉丝们对于他们的未来合作充满了期待,无论是新的作品还是新的互动,都让粉丝们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赵露丝和吴磊的这次私下约饭,不仅让粉丝们看到了他们之间的甜蜜互动,也让他们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娱乐圈,他们的真实和努力,让他们成为了粉丝们心中的小情侣,我们期待他们未来能够带来更多的精彩表现。 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在生活中,同时,我们也期待着赵露丝和吴磊能够继续保持这份深厚的情意和默契,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中都能够相互扶持和陪伴,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一定会成为娱乐圈中更加耀眼的明星和榜样。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变数和挑战的环境中,能够拥有一份真挚的友情和爱情是非常难得的,而赵露丝和吴磊之间的深厚情意,无疑成为了娱乐圈中的一股清流和亮点,无论他们是否真的走到了一起,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和决定。 同时,我们也期待着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这份真挚的情意和默契,在未来的日子里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角色,愿赵露丝与吴磊的友情与爱情长存,也愿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一直保持着这份纯真和美好。